那就自由飞翔 总之一整天 我感觉都过去几个月了 就算没有几个月 也得有二十多天了吧 哟 你们在这里闲聊呢 放牛的 你来啦 各位 我刚在外面找过一圈 进口口水消息一下吧 谢谢师妹 你不提我都忘了 好想出去 好想在大街上打滚 好想找人斗虫 老大 注意形象 每天在这个破地方转来转去 好空虚啊 要是在外面 还能吃吃拉面赏赏花 多好啊 拉面 等一下 旅行者 说到吃面 你肚子饿吗 我也不饿 我换个问 肯定不是我 看我干什么 肯定也不是我 是这下伙伴 哟 我 为什么看着我 派蒙 你肚子饿吗 咦 不饿呀 怎么了 左 我 我 说 我 好 我 那 我 我 说 我虽然烤了食物 也不是因为饥饿才吃 只是转换心情 本来想着要节约口粮多熬几天 可没想到 不仅不饿 身体也没感到明显的疲惫 睡眠与否 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有同感 休息不会改善原有状态 已有的疲劳感也不会增加 非常诡异 简直像是身体状态停滞了一样 越说越吓人了 我不敢想 怎么了 你想到什么事了吗 怪了 照这个说法 那位小哥怕不是遇到危险了 那位既然是仙人 简单的困境困不住他才对 恐怕 各位 我有发现 刚才在那边发现一条新路 似乎连接着未知区域 是出路吗 太好了 出口 出口 终于找到出口了吗 我总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大家还是做好心理准备比较好 呃 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嘛 刚才我检查石壁时 发现这片石头有异常 它应该是用障眼法构成的 为了掩盖后面藏着的通路 后面真的有路 不容易啊 总算能出去了 叶兰小姐的意志力和观察力都太厉害了 这几天你几乎没有休息过吧 没关系 我不累 好了 人都到齐 不妨进去 快走快走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逃出去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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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yacht